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他同老婆分享了这篇关于男生偷窥同学一家生活的作文 出于老师的职业道德 他还是把这个学生叫到自己面前 告诉他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但紧接着顺便对学生的作文夸奖一番 老师依旧沉溺在学生证文当中所写的偷窥的情境当中 于是不惜给学生免费开小灶来指导这名学生的写作技巧 接下来 一如往常的把这名学生的作文拿回家同自己的老婆欣赏 可是他的老婆却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道德 于是老师在老婆言辞声讨中大怒 拂袖而去 在他眼中 也许这就是学生根据想象创作的 接下来他开始更加细致地指导学生的创作 为了学生更加稳定地在以帮助同学学习为名义 实则实施偷窥着家庭当中继续潜伏下去 他甚至不惜违背一名教师的道德准则 为学生偷出了考试试卷 果然成绩一出 学生在家里的地位显著提高 被偷窥的那个小哥简直拿他当了自己一辈子的知己 而在这名学生的作文当中 他甚至已经成功征服了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看到这一切 神为老师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第一次留宿在这个家庭的学生 被他偷窥着的那个小哥狠狠地吻了 可是这条感情现实在太短暂 在学生的作文中被偷窥的小哥 因为发现了学生和他妈妈的奸情而耻辱地上吊了 读到这里 老师发现那个被偷窥的小哥 竟然真的不在学校 老师吓得惊慌是错 一脑门子冷汗的他赶紧打电话到小哥家里 原来人家孩子只是感冒了而已 在学生阴险的目光里 他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学生编织的故事里 难以分辨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另一边 学生因为彻底激怒了被偷窥的小哥 在狠狠扁了他一顿之后 小哥举家半迁 远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会心丧气的小哥再也不想写作了 可是老师却不干了 他向学生追问非要一个结局 出乎意料的是 被偷窥的小哥在搬家之前 举报了老师偷试卷的事 于是这位老师被下课了 学生也没有闲着趁老师不在家 拜访了老师那成熟迷人的妻子 最后给了师母一封信 让他转交给老师 于是老师又被离婚了 落魄的老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学生来到他的身边 没有一句安慰 两个人面对前面公寓的玻璃窗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这部电影通过一个不靠谱老师的故事 深刻地教育了我们 好奇心不仅仅能够害死猫 更能害死人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热眼时光